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医生只会跟我讲说少吃多动 那为什么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少吃多动了 体重仍然慢慢的变胖呢 大家好,我是周健安医师 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 在以往,我们都把肥胖的原因归咎成 吃太多、动太少 也因为这样子对于肥胖的治疗 我们的选择就是 少吃多动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这么简单的 就把肥胖的患者定位成 好吃懒做吗? 我个人是内分泌与新陈代谢科 还有肥胖症的医师 在我们检上的话,我们会发现 会有一群人 并不是真的他们吃很多 或是他们真的不想懂 他们是因为在这一整串的 所谓的荷尔蒙传性的路程中 发生了异常 也就是他们因为疾病 导致他们的身体没有办法的 有效运用能量 所以就造就了 真的是所谓的 喝水就胖的体质 甚至很多人 他们已经很努力的维持 他们体重至少没有发胖 却一天天的发现说 他们的体型开始出现变化 开始变得 肚子越来越圆 脸越来越圆 手越来越细 越来越像一颗球 因为是疾病导致的肥胖 所以的话 包含了我们的饮食 包含了我们的运动 实际上 对这个状况是 没有任何帮忙的 而只要我们放任不管 就当成是 吃太多 动太少的话 情况只会随着时间日益恶化 所以在我们要进行减重之前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是 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肥胖 那接下来 我们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哪些荷尔蒙 会导致肥胖的出现 第一个 会常听到的 就是所谓的 多囊性的卵巢 我们在我们的卵巢上的话 会出现很多小小的软炮 出现了像是 雌性荷尔蒙 雄性荷尔蒙的异常 导致我们的毛发增多 青唇痘大量的出现 导致我们的月经 导致我们的胰岛素阻抗 最后造就非常严重的肥胖 而第二个 常见的荷尔蒙异常的话 就是所谓的雄性荷尔蒙 或者是雌性荷尔蒙的低下 那这两件事情 讲实在一点 就叫做 男性或女性的更年期 那老化的情况 荷尔蒙的下降的话呢 我们就会开始 慢慢的出现 体力精神的下降 人的话会变得 开始比较暴躁 开始变得比较懒散 而代谢会变得越来越差 于是造就肥胖的出现 所以一定要注意 第三个 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甲状腺位于我们的脖子 它会管理全身的清晨代谢 全身的内分泌 所以当你的甲状腺功能 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你的代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满 你人的话就会开始觉得很疲劳 然后会开始怕冷 肠胃的蠕动变慢 所以会出现便秘 而全身也会出现 明显的水肿 体重快速快速的上升 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你的代谢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满 所以就真的是 所谓的喝水就胖的体质了 另外一个常见的东西 是所谓的酷心式症 酷心式症的话是 无论是自己分泌的肋固醇 或者是我们外来注射的肋固醇 过多导致的肋固醇 肋固醇过多的话 它会让我们身体 就像充气一样 肚子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中枢性肥胖 脸变得非常的圆 叫做满月脸 身体四肢的话 会变得非常的虚弱 皮肤会变得很薄 容易出血 会长很多的毛 然后会出现水牛肩 肚皮上的话 也会出现一条一条红色 或者是紫色的斑纹 因为这是肋固醇导致的问题 所以即使你很努力的运动 我们四肢的肌肉 会不断的被受肋固醇的影响消耗掉了 而且我们的脂肪也会快速的累积 这个也是所谓的疾病造成的肥胖 那在接下来比较少见的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枝端肥大症了 枝端肥大症的话 是我们脑部分泌了过多的生长激素 成年了之后 我们的生长板已经关闭了 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不可能再长高了 于是乎过多的生长激素就会造就 手指、脚趾快速的变粗变大 头盖骨变厚 鼻腔后会整个卵主尸增生整个塞住 然后因为我们的喉咙啦鼻腔都开始塞住了 讲话声音就会开始变粗 就会开始打呼 而更严重的是在发生的同时间 你身体的胰岛素阻抗就开始上升了 枝端肥大症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角色 有一位摔角选手叫做莫里斯蒂勒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枝端肥大症的病人 那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那我们再讲个更让人大家熟悉的史瑞克 动画中的话史瑞克这个角色就是以摩里斯蒂勒 也就是典型枝端肥大症的患者当作是原型去绘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史瑞克他的手非常非常的粗 手指、脚趾非常非常的粗 头的话头盖骨这边大大的一片 鼻子好大一颗 这些都是枝端肥大症常见的标准 再来最后的话当然免不其然的我们要提到 各位频道的观众对于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 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有兴趣的可以看我们旁边的链接 宋教授有更细节的讨论 我们刚刚谈论的这么多的一个疾病 都会导致肥胖的出现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用多吃少动 好吃懒做这件事情来去评论每个肥胖的患者 但是为什么呢我们到了门诊中的话 我们跟医生想要进行很多的讨论的时候 医生往往只给我们 少吃多动这两件事情呢 原因是因为在一般的门诊中的话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节 这么全面的抽血检查 平均一个病人看五到十分钟 我们很难在这五到十分钟 把非常全面的荷尔蒙检测 把非常全面的饮食运动的习惯 完全灌注在病人身上 一次灌注太多东西的话 病人无法接受 反而讲到后来眼神放空 魂都飘走了 然后最后在我说医生结束之后 他就很快乐地赶快跑出去了 怕我再继续讲下去 所以在出入诊所中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比一般的门诊中更细节的检测 先去了解个人内分泌与代谢的情况 再根据检查的结果 为每一位客户量身打造 从生活习惯与饮食的调整 到微量元素的补充 甚至药物的食用 制定一个专属于个人的减重计划 实际上 体重控制只是健康的附带价值而已 只要我们关注于自身的健康 而非体重的数字的话 你会发现 减重这件事情 并不会是一个生活的压力 而实际上减重 会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好,希望今天的影片 可以对各位社会们有帮助 那假如各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假如各位有想听什么主题 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初日诊所周健安医师 我们期待下次见面,拜拜!